嗨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大家午安 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心得大概是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有關土地徵收權利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國土計畫跟管制體系的崩潯 第三個是公有土地管制體系的崩潯 大概是分成這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有關土地徵收還有權利的部分 在之前我們在立法院的公聽會 其實台灣總統陣陣線還有很多前輩 都有提出非常嚴厲的一個指示 希望市經區條例裡面能夠把土地徵收全部拿掉 在這個部分國華會主委管主委也已經有回應 他們說會拿掉 我們希望政府說到做到 也希望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千萬不要阻擾 那我們也希望因為它現在的資金區的土地 有第13條 就是其中一項有五個部分 是來自於現在的園區而來轉用 我們更盼望未來不要發生任何的轉手徵收的現象 也就是你透過產業創新條例來創設產業園區 然後再把它轉手為資金區 我們也不希望再用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來設置科學工業園區 然後未來再把它轉手為資金區 我們希望不要出現任何的轉手徵收的一個現象 這是我們第一個 必須要提出嚴正聲明的 第二個部分 我們發現資金區跟以往的很多條例 一樣甚且有過失 絕對沒有跟以往的條例 它是更進一步的加強版 也就是國土計畫管制體系的一個崩潔 它的一個邏輯 是先我行政院 我先通過資金區 通過了 然後我再交給內政部來進行審查 第十三條第二項 第十四條的第六項 十三條是舊有的園區 十四條是新設的園區 它的最後一項都出現了這樣的規定 也就是我先行政院核定資金區了 然後我再交給十四條 都市計畫 十三、十四、十五條 就是新設都市計畫 十五條是非都市土地的一個變更 那涉及到區域計畫法 十七條是都市計畫的一個變更 所以十五、十六、十七 其實涉及的就是我們 國土計畫體系跟管制 那我要跟各位明白的報告 它的邏輯 是資金區先通過 然後跟著再來審查都市計畫要不要變更 再來審查區域計畫要不要變更 那我問各位 當我行政院都核定了 它會不變更嗎 所以我們的國土計畫體系等於是 不管在規劃跟管制 其實都被架口 都被架口 我們先用資金區來突破 然後呢 再到內政部 不管都委會 或者區委會 或者到環保署 環評委員會 各位 市民各位 會不通過 所以我這個 國土計畫 跟管制的體系 按照目前資金區條例的設計 是完全是會被架口 那這是第二點 要跟各位分享 其實在民國80年代 經濟部就曾經做過一次 那個時候的名稱叫做工商中和區 如果各位可以找點資料 民國80年代 經濟部就為了要突破 我們國土計畫跟管制的體系 又提出所謂的工商中和區 造成了我們國土計畫管制體系 非常大的混亂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混亂 各位藍坎的那個TIMEALL 就當初的一個個案 還有很多的個案 到目前為止 仍然還在審查當中 還有一些工商中和區 工商中和區 就等於就是特區 所以我們資金區以後 就等於是特區 它裡面的建幣力 它以後的容積力 它以後要做什麼樣的使用 都是由業者自己來決定的 我們國家的都市計畫法 區域計畫法 是沒有辦法管得到的 都是由他們自己來做決定 建幣力 容積力 我的項目 要做什麼使用 在資金區裡面 我們是管不著的 當然經濟部說 我要另外定辦法 但是根據以往 我對於工商中和區的觀察 我要跟各位明白的報告 等於是一個特區 政府是管得著了 這是第二個 我們國土計畫管制體系的一個崩解 不會被降控 第三個 是有關我們公有土地的一個體系 的一個崩解 那這裡我要加一個大崩解 主要規定在第十九條 是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我們國有土地分成兩類 根據國有財產法 分成國有公用 跟國有非公用這兩類 以往我們能釋出的 只有國有非公用的土地 這個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根據我們資金區條例 第十九條的規定 我們現在是要打破這樣的一個限制 只要你看它國有土地 而且它有管理機關 就能夠來出售 這是突破國有財產法 還有相關土地法規的一個限制 也就是以後 比如說像我如果花蓮 有成立的資金區 如果是在軍用土地 是在軍營 然後國防部管理機關 就直接讓售 那軍營或者說教育部 是學校 直接就讓售 這以往我們是不行 以往一定要經過國有財產署 現在的國有財產署 先把公有公用 轉變為公有非公用 那公有非公用 再可以釋出看要如何處理 有一套的程序 你看它資金區條例 第十九條的規範 現在這個程序都可以把它免除 直接由管理機關 就可以來盡情讓售 這會造成國家財產的 等於是被掏空 講這個話其實是 其實是蠻嚴肅的 我們國有財產 很有可能在資金區條例當中 是被掏空的 因為我們知道有很多 比如說風景比較漂亮的地方 海邊 海岸地區有很多的碉堡 是不是會出售 學校會不會出售 另外 我們根據我們這個十三條 所設定的很多的園區 現在土地都是租用的 這些租用是不是未來的土地 按照這個規定就直接就讓售 那這個很多都會被突破 所以我們判請第十九條 有關公有土地的部分 我們判請媒體朋友 一定要特別的關注 要特別的關注 如果這麼定 對我們公有土地 會帶來非常大的襲擊 所以我以上針對三個部分 第一個土地徵收 我不希望造成轉手徵收的現象 希望國發會 還有國民黨立法委員 能夠遵照以往 對我們民間團體的一個承諾 第二部分 都市計畫 區域計畫 國土計畫體系 跟管制的部分 判請 一定要在慎咒 重新把條文做一些調整 第三部分 有關公有土地部分 也應該要做調整 那禮藏三點 向各位做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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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